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繼續辛苦 不感疼 好 我們繼續 好 小菜走了 小菜動一動 沒燈沒燈 沒燈沒燈 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好 我們一定要清楚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然後我們也要了解 中華民國是什麼 那雖然 可能聽起來不一定 對你來講 有的因為你的環境 跟你生活的領域 可能會有被牽連 那不一定會馬上接受 沒關係 就像 我的準業母 沒有馬上接納 我等一兩年 她才會接納 然後接納生了孩子多的時候 每次回去的時候 很高興 很高興 那同樣的 我們活在台灣 都是一樣的台灣 但是事實跟法 我們要弄清楚 感情和法律 一定要弄清楚 法律呢 有時候不一定 你高興 因為這個法的規定 在你來講 可能對你沒有什麼意義 那對別人可能有意義 所以 若是跟你們沒有利益 沒有利益 沒有利害關係 就什麼都OK 但是碰到你 你的一些 最要害的一個一點的時候 哇 怎麼解釋 哇 那就不得了了 那不過 這個也就是說 觀念 也說我們就這樣慢慢調 就像 原來 我的姐夫是遼寧省 我以前 還沒有進入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我們長老教會是 對台灣獨立是非常強 那我周牧師也是 那個觀念也是非常強 台灣應該獨立 當時這樣的想法 但是發現 我來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就發現說 欸 一個是 所有權狀已經在日本天皇了 沒有辦法獨立 除非 日本憲法那邊定定 把它促成一個條約說 台灣分離條款 意思是說 台灣可以分開 跟日本憲法的來分開 但是要經過日本所有的同意 那才可以訂定台灣分離條款 那時候 可以談到獨立不獨立 但是你還是要來到台灣人民 來公投說要不要獨立 雖然大家都說 維持現狀就表示台灣獨立 不一定喔 台灣人都是靠西瓜 不是傻瓜喔 那是西瓜效應喔 對嗎 大家又一樣 高砂族也是一樣 也是靠西瓜的 西瓜效應 後來 真正的法 我們來看看 一個逃亡 實際上 國民黨跟 共產黨 在19 11年成立中華民國 然後在1940年的時候 國共內戰 然後一直到1949年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打敗了國民黨 所以1949年 那時候就蔣介石逃亡 原來他要逃亡到越南 越南不肯 因為他們之前過去的 厲害歷史的關係 他們最不喜歡中國人 越南 所以不是有一段時間 只要中國貨的 中國公司 中國電 都被越南打砸嗎 不是嗎 台灣人也受遭殃了 因為一樣都是中國人 除非你講說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喔台灣 好那就免傷害 就會保留了 所以就 然後 蔣介石他也問 陳怡 因為陳怡早就已經到台灣 所以在討論的時候 台灣可以去台灣 因為他也知道說 在國共內亂的時候 已經知道 他的力量有多少 應該要離開的時候 所以離開就到了台灣 那也是美國接納蔣介石這個集團 他的這個軍隊呢 是美國軍艦請他 然後再到台灣內 這個要弄清楚 是美國軍艦接收接納台灣 蔣介石的軍隊來到台灣 這個是疫情 這個是事實 然後 什麼是 為什麼說成為 逃亡的流亡中華民國 我們用英文來看 Chinese Taipei 為什麼在聯合國 或是整個國際組織 特別是打棒球 打籃球 或是任何的運動 整個團隊 他們不用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那用中華民國可以嗎 也不行 因為不是國家 是從中國 逃亡到這邊 那事實是 Escope 是真的是逃亡 那不是說 Moving 在美國的歷史資料 沒有說他們的 南京的首都 南京的首都 中華民國的首都 京都這個南京 Moving to Taipei No Sleep to Taipei 是逃亡到 當然他們 中文是好話 就遷移遷都到台北 這是中華民國的歷史 但是我們看看 中華民國 在戰爭法裡面的一個規定 中華民國本來就在中國嘛 對不對 1911年成立 那成立的時候 是中華民國 那時候國共還沒有產生內亂 中國還沒有內亂 然後 只要戰爭法的規定 只要你原來的地 用這個國名 就像中華民國這個名稱呢 你要到別的國土 別國家的土地 你還是用你原來的名字 這個叫做 Exired 所以為什麼說 Chinese government Exired in Taipei 或者是 Chinese Exired government In Taipei 那意思是說 流亡中國政府 到台北 所以這個Exired 就是逃亡 在聖經的出埃及 也是用Exired 那出埃及的意思是說 他從 以色列人民從埃及 出來到另外一個地方 也是稱Exired 所以今天 中華民國Exired 逃到台灣 這個本來就是逃的嘛 那所以就 在中華民國的歷史 他不會用逃亡 他會遷到台灣 台北 所以在國際組織都不接納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也不是國際承認的政府 所以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每一個國家 簽訂 邦交的時候 跟日本也用什麼名稱 你們知道嗎 不是啦 今天這個中華民國 外交 和日本外交 是 我們的名字是什麼 日本文化交流協會 為什麼 為什麼 不能用台灣 因為 不是國家 為什麼不能用 中華民國 因為 不是國家 不是國家 好 我們跟美國 有邦交 中華民國所以有邦交 用什麼名稱 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在台協會 是怎麼不能用 那個是民間組織呢 那我們用其他的國家 也是用文化協會 不是用台灣 所以戰爭法的規定就是說 你只要在你原來的國家的這個名稱呢 你已經逃到別的國家的土地 你還是用你原來這個名稱 中華民國 戰爭法的解釋就是逃亡 Excite OK 這樣清楚嗎 渡國沒關係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這個就是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說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 這是簡稱呢 真正的名稱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簡稱 Chinese Taipei 但是美國人翻譯是一定是中國台北 那中國台北 中華民國人承認不承認 不承認要用什麼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打棒球 全力打 韓國 一看 很多打卡殺 很多阿米主打棒球 你看職業 在大聯盟有幾個阿美主的 結果他們用什麼 Chinese Taipei 然後我們出國比賽 用什麼 Chinese Taipei 年輕人都很清楚嘛 對不對 那是因為不是國家 但是一般他們稱是 Chinese就是中國嘛 Chinese等於China 很多人是新人 知那嘛 所以這個都是因為 文字都在那邊挑來挑去 你好不好 就像我跟我太太啊 有時候我們 在玩文字的時候 有些爭論耶 我的孩子已經三十多歲了 我跟我太太 在說 誰來人 誰來休假 也是會真的說 奇怪 你們北的人 是這樣說 架雞 水雞 架狗 水狗 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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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打架雞 高砂球 沒有這樣的嘛 對不對 我們有幾個 哪裡有架雞 水雞 架狗 水狗 我們都會吃掉耶 都在肚子裡面耶 對不對 打架雞 我們沒有那個文化嘛 所以我跟我太太說 奇怪 我們又不是雞 你架給我又不是雞 結果我太太說 不是啦 這是只不過 形容詞而已啦 但是 我這個 很 很喜歡深入文化的 研究的人呢 一定有背景 為什麼會架雞 水雞 架狗 水狗 因為中國人以前 人 有時候 沒有把它當做人 因為在信仰裡面 這是占地為王 當然有的中國人是很好的 不能 不能磨滅 就像有的台灣 壞到壞到幾點 也是有啦 打架雞 也是一樣 好壞都有了 那只不過是依法 我們現在是討論 法律的問題 國際法的問題 戰爭法的問題 就是因為戰爭法 國際法 我們的秘書長 才可以控告 才有資格 才有權利 有那個管理 可以控告 美國 掛出 中華美國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 依法 來行事 那既然依法行事 你逃亡的人 都問的人 是怎麼可以跟 我們台灣人 大家三個 五三個 可以合作一個選舉呢 想不通的啦 依法來講 逃亡的人來到這邊 怎麼可以跟我們台灣人 一起選舉總統 選舉 立法委員 想看 只要有一天我逃亡到你的家裡 五六十年以後 我變成也有權利 剝奪你的土地權 我有權利 你有合理嗎 有合理嗎 當然沒有合理啊 因為我是 逃難的人啊 所以我跟我的傑夫 談說 逃難 他還很生氣呢 我姐夫是遼寧省啊 八十多歲了 八十多歲了 遼寧省啊 不能說 多生人啦 民進府 多生人 台灣就是 贏的呢 台灣是贏的呢 不是 所以台灣是台灣的 不是台灣性的 所以我們習慣 外星人 很乾脆 姐夫 你是中國人 你是遼寧省 所以我們談到 以前談到獨立的時候 哇 起家 哇 生氣得要命 幹什麼 你怎麼可以推翻中華民國 姐夫 憑良心 今天你的薪水 不是中共給你的呢 也不是中華民國給你的呢 是台灣人的血汗 我說沒關係啦 我也知道你一定會 他也不喜歡回中國了 因為他媽媽 哥哥都 都往生了 爸爸都不在了 他要去兩次 以後第三次要不要 他不要 因為要預備二三四萬 以後都不敢去了 那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悲劇了 也算是一個很可憐的一個過度時期 我們也同情了 但是同情是同情 法就是法 就像我侵占你的土地 我雖然我們很認識 最後還是告法院啊 因為我侵占你的地 要不要告我 要不要告我 當然要告啊 所以我幾個 岳父母 他們的親戚 還有他們的孩子 也有相告耶 大家的孩子耶 跟歡迎 為了偷對的問題 相告 背對的人有啊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 就是依法嘛 就像我當 當過兩千年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總會議長 當過 你們也聽過張基事件 張基事件 彰化基督教醫院 你們裡面有張法嗎 或者台中 彰化基督教醫院 本來有幾個董事 要自己沒收 彰化基督教醫院的財產 跟長榮大學的財產 我代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被控告 我就到法院 我說這個董事是受委託的 這個董事不是彰化基督教醫院 不是他們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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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董事 好像受委託 是受到萬中會委託 他們來管理 彰化基督教醫院 還是長榮大學 受委託而已 不是他們的管理 不是他們的財產 結果法院 幫我們贏啊 哎呀 這個大家三個 這個九三主 厲害 因為我免職六個董事啊 那時候我就 不聽總會的 不聽法的 就免職嘛 一定免職啊 同樣的啊 那我都認識耶 那個董事我都認識耶 但是依法 免職就是免職嘛 這個就是法嘛 今天 逃亡的人來到這邊 跟我們一起選舉 總統立法委員 合理嗎 有合理嗎 當然不合理啊 我剛剛跟你們講說西藏 西藏逃到印度 他們沒有參加印度的選舉 沒有 就在難民營 是因為蔣介石用 陳尼228事件 或者是在戒嚴時期 全部都強迫 都要聽到 我講的太多 我們有幾個 這個 一般的 你們也可能聽過這樣的事情 不過講多了 大家都是 傷感情了 但是這個 很多的將軍呢 都有這樣的 地位 那今天我們預備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今天台灣民政府 最重要的目標 讓台灣 做一個國際的 有平台 唯一進入到 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就是要控告美國 就是因為你是始作俑者 美國用模糊的政策 來對待我們台灣人 國務院 參中醫院 你們知道嗎 參中醫院 就像有的日本 今天的中華民國的 立法委員 有沒有綁莊 立法委員有沒有出於 他們的黨派 有沒有 這是民進黨的 立法委員 有沒有說全部都是中華民國的委員 好聽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但是這個就是民進黨 假若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沒有聽民進黨 一定會開除 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定是綁莊 為了只要民進黨 好壞 他們一定要拚 就像國民黨一樣 台連黨一樣 那有沒有三地黨 有沒有高砂族 沒有高砂族黨 沒有啦 高砂族的立委 都是國民黨 民進黨 沒有好啊 你看 我們說 1988年 1989年 1992年 還我土地 我們有幾個在座的高砂族 我跟尤哈尼斯 主魔者之一 還我土地 1988年 1989年的時候 黃歐土地 因為這個土地 都是山地保留地 中華民國把它當作山地保留地 保留地是什麼意思 不是你的啦 保留地不是你的啦 你只不過是保留給你暫時使用而已 所以為了這樣的不公平 我們就 進入到台北市政府 然後進入到陽明山 黃歐土地 行我土地 行我土地 黃歐土地 黃歐土地 三千人 竟然無高砂族 有的人 那麼多大聲說 黃歐土地 竟然有一個說 黃歐太太 黃歐太太 你奇怪 是怎麼黃歐太太 怎麼了 後來她的太太被平地人造起來了 對 他們自己的小三小事了 當然那個高砂族說 行我太太 這樣 本來是行我偷對 怎麼行我太太 這個高砂族很可愛 就像我們去當兵的時候 那有幾個 因為像我這個年齡,很多沒有讀書的,都是國小,也聽不懂中文的 那我作弊呢?我替他們作弊呢? 那時候我讀神學院,我讀神學院二年級,然後就去當兵 當兵的時間到了,就當兵 結果,那麼一百多人都是高砂主年輕人,哇!吃飯,吃饅頭,吃完了 然後向隔壁的平地人再藥,一樓,吃光了,再向隔壁的平地人再藥,也是吃完了 我這個高砂主,怎麼會吃? 但是沒有要讀書 所以那個廉長告訴我說,陸春,你想辦法,你是基督教,我是新水教 你想辦法,你這個山地人,那麼都沒有讀書的,都是不及格 結果我就在想,怎麼辦呢?才會及格 啊!我就想辦法了,我作弊了 我用打印的話,我先用打印我們太兒主的話 因為都是太兒主,反正他們班長,連長,陰長,聽都沒有,沒關係 是非體 是非體是什麼? 圈叉嘛 假如叉的話,我用地 假如說一、三、五是圈、圈、圈嘛 然後就一、圈、三、二一定是錯嘛,對不對? 所以二的時候,第二,只要一聽到地,就是打叉 你看,我那時候作弊 公開作弊,沒辦法,那個廉長告訴我說,陸春,你想辦法 好,你是神學員,你是以後當牧師的,你一定很聰明 我說怎麼辦呢?我就想到,好,我就作弊了 所以一,打圓圈嘛 第二,一定是打叉嘛 三,圓圈嘛 四,第四,就一定打叉嘛 那選擇體怎麼辦? 趕快 假如說一、二、三、四 第三是 對的話 一、打叉 二、打叉 第三 那就是對的嘛 結果一看,廉長就看到我 陸春,好啊 我都是八、九十分,那麼多啊 這個三地人沒有讀書,怎麼八、九十分考試 好啊 馬上給你連放假 八天 哇 都高興得要命 這樣高水嗎? 這個 這是我的秘密 跟你們講而已 不過去年前年我也講這些 好,這些都是會碰到的問題 因為文化背景不一樣 因為文化背景不一樣 因為法就是法 我們要清楚 跟中國人以後打交道沒有問題 以後中華民國到金門馬祖跟他們一起打交道來往也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因為法 只不過是因為法 你不做這樣的法 官商勾結 多的是 黑道猖狂 多的是 整個我們高沙族的土地 都是被財團 砍得一干二淨 多的是 可憐 真可憐 真可憐 你看 你看 那麼多那個山莊 清淨農場 武林農場 然後 河環山的那個農場 都是 我們高沙族的傳統領域 但是都是 財團 今天 台灣也是 古年代就是這樣 所以 可以完全翻新 只有靠我們台灣民政府 只有靠你我 我們大家的參與 所以是 一樣碰到這樣的清楚 連美國也很清楚 所以也知道 台灣不是出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目前1960年 那時候美國承認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佔領 跟有效統治 一直到現在 只不過是 受委託 來管理那領 不是所有 不是中華民國所有管 不是所有的土地 所以今天也很公開了 2007年 美國國院公開發表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不是國家 2007年9月2號 美國國院回覆 聯合國的秘書長 潘基隆說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因為當時 在 1960年那時候 到1950到1960 也是在爭論台灣的問題 所以今天 我們看看 2009年12月15號 左右那段的時間 習近平還沒有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舵組 總書記的時候 他去見 他去見 祭民 夾夾在日本天皇祭民 所以說 我們現在 中國有錢 現在中國有錢了 我要想買台灣 你看日本天皇呢 而且是習近平 他也很清楚 他一定會接總書記 所以副總書記的時候 他已經到日本天皇見面 然後要買台灣 要向日本買台灣呢 是怎樣 因為很清楚 習近平清楚 台灣是日本天皇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 在這個 這一段的時間 也在討論說 我們不可能賣啊 我們日本天皇的土地 都不會賣 那今天也是碰到這個 剛剛所談的 1946年1月12號 強迫我們歸於那 歸入到中華民國國籍 按照世界人權法 是你自己自由意志 你要遷移到哪一個國家 你自己自由意志 每個人都不必去強迫 但是1946年1月12號 這個就是我們秘書長 還有秘書長夫人 我們幾個 台灣民政府的高 幹部幾個同心 到美國 開記者會 因為 因為 在2月28號 今年2月28號 第二次 再一次控告美國 跟控告中華民國 違反了 國籍法 國際的國籍法 你不能強迫 人歸入你的國籍 但是因為 1946年1月12號 強迫我們 歸入中華民國國籍 這是違反戰爭法 這個就是我們控告 美國中華民國 巨大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們現在 大概 因為7月17號 7月17號 我們也在跟中華民國答辯 他們也答辯 我相信這一趟 應該是今天吧 馬英九 我知道說 今天是他去美國了吧 所以他去美國 他一個任務就是這個任務 他要跟我們答辯 他們已經請了 哈佛大學的律師 已經請了 江英化之前金普通之前 他不是先他们先去吗 也是讨论这个 我们新闻报纸不会写这个 只有台湾民政府才知道 所以我们真的有福 有这样知道真正的这样的消息 所以因为碰到这样的问题 违反了战争法 所以就控告 那人权法也是一样 按照国籍 这是秘书长夫人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在美国国际记者会 在那边召开的用人权法 而且很荣幸站在这里表达 争取国籍的法令 对中华民国强迫我们台湾人民 归纳归入到中华民国 这个国籍呢是应该是无效的 我们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清楚 是依法行事 好这个都很清楚 1912年1949年是 中华民国的成立 38年而已 37年 马英九说 中华民国才是合法 中华民国是用开罗宣言跟波斯坦宣言来承认 台湾是中华民国 因为当时三个政府的领袖 邱吉尔 英国的邱吉尔 美国的罗师傅总统 还有中华民国的蒋介石 因为他不会讲英文 所以他的夫人讲宋美龄 跟他翻译 那边都有相片 我这边没有 我想可能你们有看过了 那他们在谈论 台湾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 那是他们有这样的意向 有这样的memo 这样的意路而已 但是有几个是没有签 邱吉尔没有签这个 因为这不是协定 也不是条约 国与国之间是条约 你不是跟国家那可以用协约 你知道福贸货贸 还有2010年6月29号的ECFA 两个中国人 他们所签订的协议书 不是真正的条约 那是协议书 因为中国人很清楚 中国习近平很清楚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 当然他不能用treaty 不能用条约来订定 一定是用协议书 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 因为不是国家 好 在这一段的时间 1949年 因为被消灭了 那但是他来到中华台湾 而且到台湾的时候 真正那时候的中华民国 总统是谁 李中仁 也没有来到台湾 那用蒋介石他 而且要跟日本宣战的时候 是蒋介石跟他们宣战 那真正的总统是另外一个总统 主任不是 不是 不是 那是事后了 所以那时候蒋介石自己去宣战 而且没有写几点几分 一个当时他的角色是行政院长 就像今天行政院长这样一话 毛自国了 他可以宣战的时候跟美国宣战吗 假如没有马英九 不可能 但是当时就 蒋介石代替这个总统的身份 逃到别的国家吧 好像也到美国吧 我们看在2758号 联合国也否认 因为那时候 已经不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代表这个 所以联合国否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那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很清楚 他们上海公报 还有三个公报里面 他都是说 the people of Taiwan 没有写 on Taiwan 只有台湾关系法才讲 the people on Taiwan 因为the people on Taiwan是 凡是任何人住在台湾的 都是the people on Taiwan 是住在那边的人 那the people of Taiwan是 纯粹土生土长 本土台湾人 那上海公报 还有三个公报 美国跟中国所定定的 这个条约是 用the people of Taiwan 只有台湾关系法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这样 有的人在怀念 你看偷袭珍珠港 也是一样 其实秘书长说 起袭珍珠港 那这些 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 说 那时候 富尔摩沙 台湾这个未来的定位呢 要等到 战争 平息以后 再用和平条约来定定 所以最后就用 旧金山和平条约 来定定台湾的定位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为什么今天 我们台湾民政府 要争取 国际定位正常化 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 让 未定位 实际上应该成为 日本天皇的所有权 只不过是因为现在是被 美国委托 中华民国 暂时管理台湾 而已 那今天 很清楚 本来美国说 一百年以后 事实真相才告诉台湾人 那竟然 在六十年间 六十年的时候 2006年 10月24号 我们秘书长 林志生 就控告美国 我们要回复国际地位 正常化 让台湾呢 不是属于 中华民国 也不是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的定位 让国际地位 让国际的人士 组织呢 国家 很清楚 我们今天台湾的处境 所以我们才有 我们的秘书长 才控告 美国跟中华民国 这样有了解吗 有没有 有 好 好 在战争法里面 我想出几班也可能听过了 不过我们几次听几次 多听了才不会忘记了 那 蒋介石 他当时也应该知道 他来到台湾 只不过受美国的委托 所以台湾应该要成立台湾人民政府 但是蒋介石不要 他要反攻大陆 所以 台湾 这个本来成立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他就用台湾行政 行政长官公署 代替台湾民政府 所以这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呢 到最后改变为台湾省了 所以李登辉总统 他本来要废掉这个台湾省 结果美国就干涉 不能废掉 可以动省 可以冻结 冻结有一天呢 会不会恢复 会不会恢复 谁要给他恢复 就是你啦 这样好不好 就是我们参加台湾民政府 这样有机会 所以 在警备总部 那本来就是军事政府 一个是平民政府 一个是军事政府 但是蒋介石不用民政府 他用行政长官公署 然后就变成台湾省 然后 这个军事政府呢 他不成立军事政府 他成立警备总部 那是非常 紧张的 我们特别 在座的 做阿兵沟的 不过我在阿兵沟 真的很轻松 反正我会跟连长台长会开玩笑 圣诞节的时候 还是会给他唱圣诞节 给他每一个 每一个 就我们那一排说 先睡觉 然后给他举止 糖果 因为圣诞 圣诞夜 我就唱圣诞节的歌 所以我到飞弹基地的时候 很多人说 奇怪 你们怎么没有拜拜 结果我们的连长说 我这里没有 不要拜拜 我这里有上帝 他们把我当做上帝 所以我们都还 我在当兵也很轻松 不过这也是不同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角度 那到最后 这一些的行政长官也好 或者是警备总部也好 这都是对台湾人 很大的一个欺压 好 刚刚所讲的 中国战区 实际上是 应该是太平洋战区 当时 这是当时 在台湾的要选 公教人员 都要 按照中国省级的比例分配 你看 入旗 548个人 当时 外省人 这个就是当时的外省人 540 台湾人像个人 对 可能没有话讲 因为他们执政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角色了 在老马身上 你看他们说 他们都说 都是一个人 世界承认一个中国 马英九 当然他也知道 中国 这一个中国 他只是 不敢讲 只有 红袖柱敢讲了 一中同表 那就是讲得很清楚 最后中国 国民党说 不能讲了 不然的话 票越来越低 但是我们很清楚 台湾民政府很清楚 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中国主签就是两个中国人 像我们高沙子的部落会议 本来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惯例法 然后成立自己的民族 部落会议 结果 在中华民国的法律都无效 因为不让我们自治 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些选举 这个都很清楚了 选举 你们都有照 照示过了 有参加过 在1922年 或者1917年的时候 他们选第一任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因为一定要超过586个人 法定人数才可以当选 担心没有超过 所以每一个人贿赂 五千块的时候 不少 所以他们说 当时也是会选宪法 从那时候一直到 到今天有没有 到今天有没有 有贿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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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很小声嘛 呵呵 好 你看法院他们自己开的 这些都是判刑 然后最后都 都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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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那个蔡玉珍所讲的劳工的 真的很可怜 那这些 劳工方面的 只不过是 两百多万而已 假如说以十五年来领的话 退休 但是他们公教人员就几千万 不必到一百二十年 我今天看到蔡玉珍 她用财务去分析的时候 大概 今天一百零四年 也差不多 一百一十六年 可能会破产 多少你知道吗 二十三兆 负债 本来说十七兆嘛 对不对 那蔡玉珍 今天早上 分析的时候 说不止 那甚至 连 公教人员 所有的 都放进去的时候 负债就 将近二十三兆 好 赶快 这 这些 因为我们时间 只剩下几分钟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最后 每个人都 这个是台湾政府 在省政府 他们拿到 法院的一些的 诉讼 传票了 法院对他们的传票 那宗教方面也被影响了 今天 为什么美国会用日裔的 太平洋司令 哈里斯 这个是日本后裔的 现在因为已经知道 状况会改变 本来都是美国人 那现在是日裔 这个太平洋司令 就是他负责了 刚刚就任 好 所以我们 大家参与 也是因为 你我的参与 所以我们 让我们自己 进入到 这些国际法 马关条约 究竟章和平条约 海亚 第四公约 这边都是在谈说 你占领者 你不能磨杀 磨灭 当地人的财产跟生命 这是战争法 非常清楚的规定 而且战争法说 征服者不能就地 不能移转主权 流亡者不能就地合法 这样清楚吗 在流亡的中华民国 不能就地合法 这是战争法的规定 然后 征服者 占领者 不能移转主权 也就是说 台湾的 不能移转到 被美国 被中华民国占领的 也没有办法 移转他们的主权 因为 主权早就在 日本天皇 好 这样辛苦 非常感谢 再继续 要看到你们 这样好吗 好 希望有 任天 还有 记忆 所有到你们 各州 去多讨论 还不了解的 然后都参与 然后希望我们 少年人 我们在座的年轻人 尽量使用 FB 不是FB 不要脸的哦 这个非时不可的 都跟他们谈论 台湾民政府 又继续 然后我们继续 参加 我们的专训跟训练 大家相对 棒转令 好 谢谢各位